那我身上穿的是什麼服裝嗎 來 漢服沒錯 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各位介紹漢服 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幾個簡單的漢服小姿勢喔 有人知道什麼是漢服嗎 漢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有人知道嗎 漢服的漢呢就是指漢人的意思 那不知道在錯各位有沒有人是原住民的 有沒有啊高三族的文字 那如果沒有的話各位的行程都帶有漢人的血統 所以呢漢人的這個漢服啊 就是我們漢人的傳統服飾 也就是我們民族的傳統服飾 那就是我今天會來介紹各個朝代 我們的漢人的傳統服飾 那待會呢會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朝代介紹一下 那先介紹一下整個 整個漢服都有的特徵 比如說我們的漢服一定會有中縫 中縫呢就是衣服中間的一條直線 那這個中縫呢代表說我們為人正直 所以這個中縫啊一定穿上去的時候要把它拉直 然後再來的話呢是我們的衣服啊都會有接繡 就是在繡子的旁邊呢會有一條線是接上去的 就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古時候的布料啊沒有那麼的寬 沒辦法像現在的衣服一樣的直接一件成型 所以必須要用很多的零件把它接起來 那這就是漢服的特徵 那我們現在來一個一個朝代介紹一下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唐朝的部分 那請我們唐朝的代表上來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女生穿的是唐朝的騎鬚 然後這個男生穿的是唐朝的圓領袍 那我們讓他做一下唐朝的敬禮動作 好的這個就是唐朝的這個敬禮的動作 那女生騎鬚的裙子可以看到非常特別喔 他跟我們現在的裙子不一樣 不是從腰部開始穿喔 這個叫做騎胸繩裙 那他是從胸部開始 騎胸喔顧名思義就是對騎胸部 所以是從胸部開始下面全部都是裙子 那男生的部分呢是圓領袍 袍是什麼意思呢 騎袍的袍啊跟圓領袍的袍都是同一個意思 就是指一件的衣服沒有上下分開 所以就是一件的衣服 那男生在中間的部分會是一個腰帶 可以是隔帶或是蟹帶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槽帶就是宋朝的部分 好到了宋朝的時候啊 就會比較的重文輕乳 所以呢看起來的衣服也會更加的文輕一點 像這樣子的就是外面的被子 然後裡面是一個類似小背心的這個 叫做宋抹是宋朝的抹胸 然後配一個從腰部開始正常腰部開始穿下這個裙子 那 好那我們做一下宋朝的敬禮的動作 好這個是宋朝的這個敬禮 那我現在身上出的這一件做外面這一層的也是宋朝的妹子 就是做外面外套的意思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朝代 那我們會跳過元朝是為什麼 有人知道為什麼元朝會被跳過嗎 有人知道嗎 好就是呢 因為元朝是蒙古人統治的 那蒙古人他就不是漢人血統了 並且現在也比較沒有商家在換售這個元朝的漢服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會介紹元朝的漢服喔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明朝的漢服呢 明朝的話就很多套囉 因為明朝啊 離我們現在的這個 年代更近啊 更多的這個出土文物 所以就有更多的套裝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男生的這個是稻袍 然後這個是女生的 呃 長 長衫還有配裡面是馬面裙 但那會應該有別的可以看的 你們不要不要看 呃裡面是這個有點像百折群的樣子 但是呢 他跟百折群不一樣的是 前面有一片是平整的 是可以看到這個裙子的樣式喔 可以看到這邊可以看到圖案 那這個是明朝女生的裙子喔 那外面操了一件這個 像背心一樣的叫做鼻甲 那我們來做一下明朝的敬禮動作 好的那這個是明朝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套明朝的部分 好的那這個呢 男生穿的是搭護 他這個外面這個搭護呢 其實就是套在稻袍外面 所以他這個裡面這一件呢 也是稻袍沒有錯 可以看到他這個袖子都很寬大喔 其實呢 我們會 呃 現代人說他不會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呢 做事很不方便 因為有這種寬寬大大的袖子 不過呢 古時候人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呢 古時候穿得起這種衣服的人 都是有錢人家 所以會有丫鬟幫忙做事 那之後我們現代人呢 就是穿這個漢服 沒有丫鬟幫忙做事 所以會很不方便 那這個呢 女生穿的這個是 呃他其實穿的是男裝嘛 他應該是男生穿著的 這個是明朝的圓寧袍 但一樣袍 剛剛說的是一件式的 所以是上下 同一件沒有分開 然後中間束了一個這個公套 然後就是呃 剛剛的那個葛大 換成這個公套 它是一條線的部分 然後有這個裝飾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套 這個漢服 謝謝 那這個一樣是女生的漢服 那 他穿的是長袋 那剛剛有說到這個 呃 有前面這位女生穿的是長衫 那衫跟翱是有什麼差別呢 衫就是一層的衣服 那翱就是兩層 像我們現在都會說棉翱嘛 什麼背翱這種 就是厚的兩層以上的 那這種衫的話就是一層 那衫像是後面這個一層的 那翱的話兩層的就是厚的衣服 所以是有東裝 那他下面 就是 那他下面穿的這個是折裙 就有別於剛剛的馬面裙 馬面裙是 前面是平整的 然後旁邊像百折裙一樣 有很多的折子 那他這個就是沒有折子的 就是像 比較像現在一般的裙子 這樣子 是折裙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對 謝謝 好 那各位應該都知道 明朝有這個錦衣衛 那錦衣衛的衣服是長什麼樣子呢 就應該是講他們這個樣子 有沒有覺得很可愛 有沒有給他們一點掌聲 有沒有 好 那這個就是錦衣衛的服裝 那其實呢 他們這個裙子應該是 有的 全部都是衣服 他們有兩個款式 一個是裙子下面是馬面裙 就是前面一片是平整的 那其他的人呢 是全部都是折子的情況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衣服啊 因為明朝上一個朝代是元朝 是蒙古人統治的朝代嘛 那其實這個衣服呢 是受到了這個蒙古人的影響 所以長這個樣子 會跟前面的漢服都 風格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喔 那這個是這種 比較武裝的風格 那 怎麼 那這個算是 就是戶裝喔 就是外面的盔甲 那它裡面的話 就是穿的跟小朋友 是一樣的 那這邊有位女生 他們也是穿這個 男生武裝的風格 那非常的帥氣喔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個 明朝的人領袍 跟唐朝的人領袍的差別 那有個 來 請出列 其實呢 到唐朝 宋朝還有這個明朝啊 男生都是穿著人領袍 但是 今天剛好沒有宋朝的人領袍 所以我們就比賽一下這個 唐朝跟明朝的人領袍的區別喔 那各位從這個外觀來看呢 就是 除了明顯的四壽不一樣以外 各位應該是看不出什麼差別 但是其實呢 在這個裙子這邊呢 兩邊這邊 是有外白的 這個是只有明朝才有的 那唐朝是沒有的 然後呢 還有在這個 在領圍的部分呢 那個 明的領圍會更大一些 可以看到 然後它裡面是 沒有穿這個 鞋的這個 中衣的部分 好的 好 那最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童證 各個彩帶 有沒有人想要問問題 或是有好奇 誰的衣服的什麼品項 都沒有了嗎 那我講一下就是 我們明天啊 那邊有一區全部都是漢服 明天我們一樣會有這個活動 也會有這個 關於漢服更詳細的講座 在明天那邊 投螢幕那邊 那待會有幸福的朋友 也歡迎到漢服去來問我們喔 那相信各位在座各位都很願意為大家解答 好 那我們最後就 呃 要大回答 好 那最後我們做一個大好照 那 呃 好 過來 嘿 小朋友跟我一起拍照 好 esfuer 好 愛 好的那希望透過今天的介紹 今天的展示啊 讓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這個漢人的傳統服飾啊 漢族啊 講這個樣子 那要跟各位說明一點 我們不是cosplay 為什麼呢 cosplay是還原一個動漫角色 但是我們穿的是民族的傳統服飾啊 就像日本人穿著他們的和服一樣 就是穿著民族的傳統服飾 然後另外再說一點 剛剛忘記說了 這個明朝的元領袍 看起來特別的像韓劇裡面的韓服有沒有 因為呢 這個明朝的元領袍 就是呢 當初明朝賜給這個朝鮮這邊的衣服 所以呢 他們的王族其實穿的就是明朝的元領袍 所以看起來長得非常非常的像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會被別人誤會 以為是這個 這個我們穿的這個是韓服 不過其實這個是漢服 那希望各位以後在路上看到這個穿漢服的夥伴啊 都可以想要跟他合照的話 可以很開心的直接過去跟他說想跟他拍照 那我相信各位都會 非常樂意跟各位合照 好的 那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